不过提到增加供给 台北市长柯文哲要广设公营住宅 但是争议频传 现在有民众除了担心房价受影响 另外的万华还有里长急着跳脚 就怕市府为了要盖国宅 会让这个唯一一块的绿地消失不见 不愉快出去做 里长直至点点到近附近居民 满满的担忧 因为台北市长柯文哲 全力推动公营住宅 使得当地居民唯一一块的热火绿地 可能因此消失 我们的里内的面积很小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里民 想要有一个绿地绿美化的生活品质 柯文哲要新建公营住宅 在万华区锁定原本的中兴国小校地 不过距离大约300公尺 就已经有一栋西宁国宅 当地的里长反弹 这样会让环境变得太过复杂 一方面害怕绿地变工地 一方面更担心居住品质越来越差 那个政府如果是说盖了以后不管你的话 那真的是这样子是里民 里民的新生实在是没有地方可以生疏 有一栋那个西林国宅 那再来一栋国宅的话 那真的是太复杂 里长的担心不是没有原因 一走进西林国宅 眼前是坏掉的屋顶 破旧的阁楼墙面斑驳失修 到处散落的垃圾 让环境变得很不友善 以低价出租的公共宅 还不只品质有隐忧 还让住户担心房价因此下跌抗议不断 其实民众我们会认为 就是说民众会这么样的反弹 关键应该在于他们没有 就市政府没有尽好一个沟通的一个义务 比如说像万华有一些像是中正国宅 即便出租国宅位在这个区块 它对于区域的一个房价的冲击 其实并没有一些就是房间所传说的这么恐怖 台北市寄出便宜租金其实已经行之有年 而且从实价登陆来看 万华区平均房价44.3万 在中正国宅周边也还是同地区的高房价地段 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住户的权益 但科市长在实现居住正义的同时 似乎还得顾虑当地居民的居住品质 和心理感受才行 有点TV有家为沈永沛台北报道